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初每天做十五個小時 搬搬台台 洗廁所 抹地 洗浴 都是我們兩個落手落腳 以前做上市公司 人工又可以 又穩定又舒服 家人不會想見到你這麼辛苦 三年前本港報入零售寒冬 奢侈品市場下滑 兩位在珠寶公司工作的OL Denise和Sandy 硬件市貨不對勁 就索性拿詞赤資過百萬創業 不過唐唐OL為何選擇開凍肉店呢 女生可以服裝 但想到雜貨 我們就覺得很頭痛 每一季都有些貨尾 又要清貨 另外如果是化妝品的話 我們三年前已經很蓬勃 做化妝品 網上市場 另外還有一些傳統大牌子 競爭很大 不夠膽加入 剛好那時 有個朋友做歐洲凍肉入口 又有些美貨 計算是我主要之前的工作 計算好條數有得做 所以我們就選了凍肉 雖然很少女性會入行做凍肉切割員 但經大公司洗禮的Denise和Sandy 一點都不輸洩 還會將大企業的經營手法 運用在店舖上 例如店舖的裝潢格局別樹一格 由精心設計凍肉 label 將小店包裝成時尚高檔的凍肉品牌 我們一開始的定位已經很清楚 我們是想做一些比較追求高質素的客人 他們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乾淨企理也是店舖的賣點之一 廚房位置得以採用透明玻璃間隔 大家去看到廚房帶來得井井油條 增加消費者的信心 會比男人多了一份細心 和我們想的東西會細微一點 他可能第一次未必進來買東西 但他會看一次 看一次、走一次 他覺得如果下次他有需要 他就會過來 除了穿足門面功夫之外 他們也花不少時間應問社交媒體 為客人提供不同的攀飲貼士 說真的買一塊這麼漂亮的玉璃 他都不想浪費了它 他都想要一個正常的煮法 我們也拍了很多片 放上社交媒體教他們煮 例如有些新貨 我們會先回來試一下 我們也會煮一次 寫了食譜出來 客人就很容易跟一個 開放 創 MYVessa Denice & Sandy 的冬肉品牌 及文街坊 請幫助 他們也有不少名人明星 莫名而2018 現在他們有兩家店 分別在大埠和灣仔 每月營業值呀 平均有70萬 旺龜市呢 更多大逃越 他們用工夫手 他們打算今年內 加入餐飲行列 冬肉是半年淡季 半年旺季 我們現在兩間店舖和網上商店 生意都很穩定 也有增長 同事都能幫忙 我們可以出來想想新計劃 我們說明天真屬 得好 我們怎麼 Розрач的 어를回應